大家好,我是美食阿鹏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丝瓜 非常好吃的做法 低脂低卡,营养又美味 秋天常喝,去秋灶,又润肺 削好皮的丝瓜,切去头盒尾 再切成滚刀块 切好以后,放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加入食用盐,丝瓜不会演化变黑 抓拌好以后,放到一旁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盘子 里面打入4颗鸡蛋 把打好的鸡蛋倒入锅中 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色以后 再用铲子铲成小块 整理好以后,先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底油 把浸泡好的丝瓜倒进来 把丝瓜先翻炒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丝瓜的青色味 喝起来就会很香甜 没有色味 把丝瓜翻炒两分钟 这时候把鸡蛋放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混合在一起 炒好以后 再加入多一点的开水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加开水 这样做出来的丝瓜汤 才会奶白,好喝 再准备一些深海鳞虾放入里面 这种虾肉营养丰富,肉质饱满 天然鲜味,健康又美味 再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再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 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这时候把丝瓜汤煮上5分钟 哇,太鲜了 看着也是非常的有食欲 煮好以后 倒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家里有丝瓜的 不要朝着吃了 可以做成丝瓜汤 清甜爽口 非常好喝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